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俄羅斯有一位高齡80歲的曾祖母 一年前才開始學溜冰和打冰上驅棍球 克服種種困難後 現在已然成為當地銀髮族女子冰球隊隊長 穿上全套裝備 球員在球場上伸手矯健的追擊著冰球 來自俄羅斯西北部村莊 現年80歲的阿嬤瓦蓮蒂娜 在大約一年前看到冰上自在溜冰的小朋友 覺得很羨慕 從來沒穿過冰刀鞋的瓦蓮蒂娜 便決定要嘗試溜冰並且打冰球 然而瓦蓮蒂娜做夢也沒想到 她竟然能成為當地銀髮族女子冰球隊隊長 女兒決定是她的主持人 而且她是在一起的女兒 她很棒 她能表達自己的例子 跳在籃球場上 玩在球場上 我甚至在這個年級的時候 可以做得到 原先是學校校長的瓦蓮蒂娜 她平常就勤於健身 但對於從未嘗試過的溜冰運動 還是會感到害怕 然而隨著在冰上停留的時間越長 堅強和自信感便逐漸增加 不同於其他球隊 這支銀髮族隊的球員都驕傲地穿上代表自己實際年齡號碼的球衣 團員的年齡大部分都在五六十歲左右 已經有三個增孫的瓦蓮蒂娜 每週會參加團練三次 她希望未來盡可能地持續這項運動